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涅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九百五十集 各显神通 此刻已出手 风引之力轰然爆发 使得世界缩影成为一个巨大的圆形 将公孙娃笼罩在内 正在不断的收缩 可以想象 一旦完全收缩 那么公孙娃就将成为天尊之奴 只是 公孙娃居然没有露出丝毫意外 反倒是目中闪现幽芒 准备了这么久 童天老贼 你等的就是我吞噬主体的这一刻吧 不过 难道你以为我就没有准备吗 你太可笑了 记住 这一次你的失败 源自于你对我所在的世界 根本就不了解 也不知道 这艘古舟的真正力量 公孙娃笑声尖锐 在传出的瞬间 他目中光芒一闪 顿时 白小春等人所在的古舟 猛的就震动起来 在这震动下 一道道黑芒 瞬间从这古舟的每一根骨头上闪耀 最终 整个古舟好似形成一个黑色的发光体 光芒如黑药般 齐齐向着湛舟上那面古朴的八卦镜 汇聚而去 通天老贼 在这之前 我不用去准备什么 因为有守灵人大敌当前 你不敢对我强行封印 而如今 当你认为有把握时 你却不知 我的准备 就是这古舟 我是鬼母当年的左手幻化 而鬼母的左手掌握的 就是这战舟的封印之法 我等的 其实也是你向我出手 沈摩庆 给我出来 公孙瓦儿笑声诡异 飘忽不定中 古舟的黑芒 随着他的话语 又一次爆发 轰鸣中 竟从这战舟的所有区域 汇聚到八卦镜上 使得那镜子此刻强烈震动 陡然间就爆发开来 化作了一道强光 直接的轰向天尊 天尊灭色阴沉 右手抬起一挥 天地震动中 那强光竟没有崩溃 只是被天尊 灰舞中倒退开来 半空中 竟凝聚成为了一尊 巨大的身影 这身影 穿着黑色铠甲 通体漆黑 唯独双目内 跳跃着绿色的火焰 身上爆发出的气息 更是充满了 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波动 此刻 一晃之下 直奔天尊而去 更是从其口中传出闷闷的低语 临兵斗者 这四个字传出 这黑甲身影 岂是再次攀升 好似一片黑色的海水 向着天尊的世界 缩影风意 直接撞击而去 开天辟地吧 八风震动 虚无坍塌 白小春等人 也都心神狂颤食 那世界封印之力 竟出现了松斗 自无法收缩烙印下去 天尊面色有些难看 他虽知道 自己在算计 公孙娃儿的同时 对方必定 也有准备 可却没想到 他的准备 居然是这艘古招 实在是他若没有在蛮荒受伤 有太多办法可以化解 只是眼下他修为不稳 战力受损严重 这就让他心头的 躁怒之意 也随之浓郁 不过 就算如此 又如何 我的准备 又岂能只有一道 天尊目光一闪 右手抬起一挥 他的一根手指 竟自行与手掌脱离 梦的飞出后 居然在半空中 化作了一块 巨大的山石 这山石 通体紫黑 看起来毫不起眼 可随着天尊 左手一指 顿时 这山石就爆发出一股 让所有人都呼吸凝重的气息 这气息 似能镇压一切邪魔 此刻 幻化在半空后 直接就融入到了世界缩影封印内 使得这世界缩影封印之力 多日十比之前 更为强悍的爆发出来 忽明节 直接就使得那黑甲身影 无法抵抗 倒退开来 天魔石 跟死 你怎么会有这 哪怕在外界 也都很见得天魔石 公孙瓦儿 神色终于狂病 这天魔石在他的记忆里 就算是外界 也都不多 每一次使用 都将消散 属于消耗品 其对同族之人 没有作用 可对外族之羞 其作用之大 能在一瞬间 镇压无尽 眼看危机 公孙瓦儿此刻 顾不得继续融合 保持在魂战局七成的程度 他发出一声尖锐嘶吼 右手掐绝一指 顿时 那把外界强者古天君的铁剑 立刻就幻化出来 被他一把握在手中后 向着四周 收缩而来的封印 一剑斩去 与此同时 那黑甲身影 也好似要燃烧一般 目中绿叶闪动着疯狂 口中 喘出嘀吼 接阵列在前 随着吼声的回荡 这黑甲身影的气息 一下子就狂暴无比 身体正激素的碎裂 可在这碎裂中 其体内有一股 让这世界都震动的气息 正在喷颇 仿佛 在这危机关头 他燃烧了自己的一切 换来眼下 即将爆发出的惊天一击 模糊节 这气息仿佛穿透了通天世界的苍穹 居然在天空上 出现一个巨大的漩涡 漩涡外 似乎正是外界的天地 隐隐的 好似有通天世界外的法则 以那黑甲身影为隐 以其崩溃为路 正急速的降临而来 一旦来临 哪怕只是一瞬间的到来 也一样是两个世界规则的碰撞 其威力之大 破开世界 缩影风意 是不是不可能 这一幕幕 让战州上的白小春等人 一个个都目不暇击 实在是天尊与公孙娃之间 从联手到内斗 变化太快 各自后手又极多 如今 似一切明朗起来 鬼母虚弱 仿佛已无力回天 而公孙娃 身为鬼母掌握封印之法的左手 幻化出的魂 能操控八卦境 此刻 不惜崩溃此宝 要换来惊天之力 配合其手中的铁剑 要去混开封印 至于天尊 他虽在蛮荒北重创 可他的准备更为充分 先是世界缩影奴之封印 而后又是天魔石 一切的一切 都是专门克制公孙娃儿 尤其是其掌握的时机 是公孙娃儿无法移动 处于吞噬融合的关键时刻 乍一看 分不清谁更有优势 可就在黑甲身影 全身彻底碎裂 苍穹漩涡中 外界的世界规则 要降临下来 配合公孙娃儿手中的铁剑 要去斩破封印的刹那 局势再变 天尊忽然笑了 那笑容里带着从容 带着轻蔑 淡淡开口 落在我的世界里 这么多年的一把剑 你真的以为 他已经被你掌控吗 只不过是我让你觉得 你已经将其掌握而已 天尊的话语一出 目中猛的就爆出精芒 这光芒居然好似剑芒一般 他左手抬起 向着公孙娃儿手中的铁剑 输得一指 这句话传出的一瞬 公孙娃儿灭色陡然之间 极速变化 可还没等他去做出什么举动 他手中的铁剑 竟猛的不受控制 不但脱手而出 更是一转之下 剑锋并非直奔公孙娃儿 而是一晃之下 穿透风衣 直奔苍穹漩窝 白小春眼睛一直瞪得大大的 呼吸一会儿凝结 一阵儿急促 甚至很多时候忘记了呼吸 实在是这一战逆转太快 似乎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心机与手段 难以看清结局 尤其是这一刻 云界居然在很多年前 就被天尊暗中操控 可却扔在那里 任由公孙娃儿苏醒后去融合 这一切让白小春不寒而理 内心对于这天尊的算计谋划之身 已经是心惊肉跳了 他到底谋划了多少年 莫非他很早之前 就知道公孙娃儿会苏醒 不 公孙娃儿 惨然尖叫着 目中首次露出绝望 那把铁剑速度之快 好似一道破天而去的箭矢 一瞬就到了苍穹尽头 再碰触那漩涡的瞬间 忽然自爆 这自爆形成的灭绝之力 直接就将那漩涡淹没在内 使得这能牵引出外界世界规则的漩涡 在这一刻被强行抹去 更是在那漩涡不甘心的溃散中 反噬之下 那黑甲碎裂的身体剧烈摇晃 墓中的幽芒也都暗淡下来 似有遗憾 全身的碎裂一下子就爆发了 轰鸣中直接就四分无力 这一切逆转的太快 眨眼界 公孙娃儿的手段全部被天尊化解 而那世界缩影的风意 此刻也急速收缩 向着内部的公孙娃儿猛的烙印过去 成为我的法奴 借助你的草口 我就可以用这艘战招 被外界世界规则接引 不需要开门 也能离开这里 而如今 明皇新人力所不足 首领老鬼虚弱无比 谁还能阻我 天尊激动振奋 更有傲逆的声音 此刻回荡四方 他看着那急速缩小的世界缩影 风意 似乎成功 近在眼前 可偏偏就在这一场呢 绝望中的公孙娃儿 他的意识里 突然的传来了 国一母那飘忽不顶 悠悠中 可却仿佛蜘蛛在卧般的声音 我的左手 现在 你的选择呢 是成为这通天老道的法奴 还是选择 与我融在一起 我来带你 回家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